服役于空军第七激情大队车辆中队的田文胜上市 平常除了队上的本屋演练 也对健身有浓厚的兴趣 婴儿投身健美这项展现立与美的运动领域 当初会选择从军是因为部落有一位士官长叔叔 他在我上小学的过程中 他都会顺便在我一层 然后也会顺便请我吃早餐 然后在这过程中他也跟我许出到空军 当加入空军可以学习到很多技术 然后也帮助家里 然后当时我心里就想 我以后长大也要向这位叔叔穿着天空蓝的军服 在部队从事工作的就是车辆的调派 连接车大巴士 还有中型战术人车的驾驶 然后也会担任那个拖曳飞机的驾驶 健美不只是单纯的行速体态 更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要求 个性木纳不善交际的田文胜强调 自从投身健美不仅认识许多同好 也提升自信心 本身会接触健美这项运动就是因为我觉得会让自己更有自信 原本是莫大拉根系不善与人交谈 就因为健美变得比较敢跟人沟通 健美这项运动是需要长连累月下来才会看得到成功 因此要有非常坚定的意志力 曾经也会想放弃啊 就是因为你在一个人在健身房或是哪边训练默默的付出 都没有人会去鼓励你 只有自己鼓励自己 你如果跟生活工作啊 就是压力有冲突的话 你自己要去平衡 这没有人会去教你 那个怎么去分配时间这样子 值得一提的是 天文盛报名参赛2022Fit Model 模特健体型体锦标赛 出示提升勇夺冠军 更获台东县健美队邀请 代表参赛全民运动会健体项目选手 接触健美这个已经七年多了 想说给自己一个突破 然后在111年3月多的时候 就报名了参加中华民国健身协会的赛事 然后很荣幸在这第一场的赛事 拿到健体项目的第一名 第一次参加健美比赛 就拿到第一名这个成绩 当下的心情是非常激动 然后也因此就开启 健美这项运动的热情 本身有这项健身训练的技能 因此可以带领单位的弟兄 不管是在健身训练 调整体态或是隐私控制 也可以让大家更认识 这项自律的运动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